广告让人看不懂有时候反而是爆红的关键 最近有一个汽车广告让网友看不懂 引起了疯狂的讨论 在广告里头车子上坐了很多奇怪的人 有网友猜是阿飘 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 就是这个汽车广告让网友热烈讨论 因为男主角去看车时展示车里面竟然坐满了人 到底怎么回事 但一转眼车里的人又都不见了 下一个镜头人又通通冒出来 连打开后车厢都有个人躺在里面 这是农历七月半吗 就好像是车子里面都是 你随时是有人陪着你开车啊 不会那么的孤单吧 汽车广告完创意让网友绞尽脑汁 有人甚至猜里面坐的人是前任车主显灵了 代表车子很耐开 传承好几代都不会坏 车上坐的那些其他的人士 是谁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他代表是我们专业的原厂维修机师 这个是代表我们车子在维修部分的一个高品质 其实之前也有车商拍过这种创意广告 车子里面座椅竟然是个人 把人的手背扣起来就是安全带 连安全气囊也有人在下面吹 雨刷也是人在挡风玻璃前操作 其实广告的意思就是人性化 但不少网友看得五沙沙意外引起讨论而爆红 其实广告不一定要看得懂 看不懂的创意反而成了走红关键 追选杨气浩玲小帆陪伴怎么到